男子騎著機車 卻在原地繞圈燒胎 在停車場留下一大圈 明顯的痕跡 整個停車場 都是尖銳刺耳的聲音 沒想到一旁的朋友 沒有阻止 還拿出手機錄影 最後笑得何不龍嘴 離開現場 讓民眾看傻眼 非常不可取 不應該為什麼 會在這種地方 做這種事情 一定會有 畢竟在附近都是車門 如果燒起來誰不正 我是覺得滿無聊的 因為畢竟這個是公共場所 又是在停車場 車多 人多也危險 事情就發生在四號晚間五點半 新竹一間購物中心的停車場 這名騎士自稱當時燒胎後 有到連鎖賣場買清潔用品 要清潔胎痕 但卻發現清不掉 直接離開現場 後來被購物中心發現後 立刻報警找到當事人 騎士和家屬也出面致歉 並承諾會清除胎痕 對於騎士這樣 罔顧賣場和顧客安全 做出的危險行為 購物中心也罰出聲明 呼籲消費大眾 要共同愛惜賣場的環境安全 切勿以聲釋法 否則要是真的燒起來 後果不堪設想 TABS新聞 陳世民 陳家彤 新竹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